好 感谢各位商家朋友来参加这一次的分享 那这一次呢 我们是整个精品城汽商家专属的一个课程 第九奖 如何玩转国际站的免费场景流量 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商家业务部的木槿 然后呢 今天的主题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其实是关于整个精品城汽 数字化实力的展示 如何帮助大家去赢取更多的商机 然后并且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精品的专属的一些场景 商家朋友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利用好 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权益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 那今天肯定会有很多的新朋友 也会有很多的老朋友 那如果有一些内容 是您之前已经听过的 那没有关系 可以做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梳理 因为我今天会帮大家统一的去说一下 目前精品会有哪些这样的一些场景 是大家可以加入的 如何加入 如果您之前没有报名的话 那么今天对于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呢 第二个如果是对于新朋友来说的话 那么今天的全套都是新的 所以我会更多前面也会去给大家说一下整体的整个精品层起的一个定位 然后一些基础的介绍 然后再预告一下 咱们马上9月份大促 会有一个新的玩法出来 就是整个的VR的showroom 会否我会也会大概的提一下 这个可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报名 然后现在说一下背景好了 就整个背景啊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疫情期间呢 其实整个买家对于认证验证的这样的一个商家的需求是激增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整个的对于verified的筛选 以及证书筛选的超过50%以上的提升 这个数据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对比了疫情 也就是1月份和5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发现不管是商家对于证书的需求 然后对于整一个严肃性的这样的一个商家的需求 以及包括从实力工厂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买家的UV也提升了360% 包括整个经典的验厂视频 点击播放的人数也提升了211% 可以看到因为疫情买家没有办法亲自飞来中国 对吧 去进行这样的一个inspection 那么它会有很大的需求 在线上我去了解到 更全面的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商家 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提供的 种种工具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所以的话我们用了这样一页图来总结 就是精品乘起提供的价值 对于新的朋友来说 可能你们没有看到我这张图 大家可以从下网上看 就整个精品乘起呢 它是提供了线上线下的深度的认证 分为了六大模块 对比如说企业信息出口的这样的一些规模 生产制造能力 研发设计能力 然后以及质量控制能力 然后以及整个的售后服务能力 以及资质和证书 对然后呢通过这样一些认证以及验证 我们进行了三个数字化 第一个是数字化的展示 包括我们的视频筛选 然后验场的这个360全景 然后包括实力标签 差异化忘固 还有一个呢 第二part是整个的数字化营销的板块 也是我今天重点会讲的 孔子的部分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些专属的场景 然后包括我们一些RFQ的权益等等 然后数字化服务的话呢 主要是关于一些客户服务CCO那边 然后包括整个供应链的这样一些权益 那我今天呢主要主讲的是整个数字化展示 以及数字化营销孔子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今年重点升级的几大点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是企业实力在线化展示 大家肯定会问 认证公司来到了现场 来到您的企业 您的工厂 对吧 他验了一天或者说半天 他验了很多的 理想一些您的能力 您的字段 那么这些他验了什么东西 第一是他验了什么东西 第二他验了这些东西 之后会在前台 会在国际站上有哪些应用 那么可以来看一下 整个呢 精品层起的这样的一个认证 分为线下和线上两部分 线下的话呢 又包含了整一个的拍摄 包括360全景 然后认证的视频 以及180个字段的 这样的一个验场的报告 去全方位展示您的能力 这个我会会提到 这个报告会在哪些地方进行应用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一次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证书 专利商标 我们是怎么样验的 其实这里会有大概的一个范围 那最近的话 也是因为这个医疗行业 对吧 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对于CEF 这样的一些诉求 对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咨询过来 所以相关的这些介绍呢 我们后面都会给大家的一个 这个一个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查询 然后呢 对于这些认证 我们在前台会有哪些应用呢 首先是整一个 我们基于企业类型 不管您是工厂 还是贸易 还是公贸一体 我们会帮您差异化的 去展示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实力 因为工厂 它的特征 对吧 它的整一个的 不管是生产自动能力也好 还是整个研发设计能力也好 和贸易上 其实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说贸易的 它的优势能力 可能更多的是组货 以及服务的这样一些能力 我们从标签的展示 优势能力的展示上 就对这两类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进行了这样一个区隔 第二个呢 就是在买家的全链路 去进行一个差异化的透传 包含就是整一个的 刚刚说过的一些筛选 然后我们的专属的旺铺 专属的商祥的名片 群盘的卡片等等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这一次也是五月份 刚升级的精品商家 你打开你的旺铺装修 会发现精品专属的模块里面 新增了很多的模块 比如说Y2SUS 就是你的竞争的优势 第二个呢 是已经一线下的一些 360全景的这样的一些 验场的这样的一些视频 实力展现的部分 也支持您装修到首页 去吸引买家的注意力了 还有包括一些 差异化的电招等等 对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 第一个是咱们的 这个商家实力标签 可以我刚刚说不到了 我们精品深度认证了 六大模块 是这六大能力 然后基于生产型 和贸易型商家的不同 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标签 在后台去给你 进行一个选择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些标签 是不是你们所需要的 是不是您觉得可以体现 您的企业 不管是工厂也好 还是贸易型企业也好的 一些优势 对然后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 然后这个东西 在哪里进行设置的 大家可以点开自己 MA的后台 对 my alibaba 然后有一个认证中心里面 有一个实力标签的 一个板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右下角这张图 这您可以选择三个 就默认的是 前三个是展示在 搜索的suppliers的页面 然后上线是12个 您可以一直选一直选 那剩下的展示在哪里呢 那可以展示在整个旺库的首页 就是我们 如果你装修了 Y2S这个模块的话 它会作为一个 叫做竞争优势 这样的一个板块 让每一个买家进来 您的店铺的第一眼 都能够清晰的看到 您的竞争优势有哪些 所以因为我之前 也看过一些商家的 这个店铺的装修 他们会在整一个首页的 第一层 就会去放一些banner 以及去放一些自己的 叫做advantages 对吧 我的竞争优势 经常会说 我有什么ISO的 质量控制体系的检测 我有很多的 这个业务员 我的服务能力很好 对吧 我可以实现24小时发货 什么 7.5里游 退换 类似这种 那么这些优势 我们就是现在是通过 一个官方的模块 帮您去自动聚合了 我们验证过的信息 并且在前台经营展示 所以的话呢 是帮助了买家 去更好的 去帮他发现 有这样的一些能力 特定能够满足 他诉求了这样一些能力的商家 然后呢 并且这个东西 不仅能够体现在搜索的页面 还能 旺库的页面 还能够出现在一些前台的会场 当然这个因为 每一个行业会场 它的这个主题不同 比如说我这里放的例子 就是这个原器件 那个化工行业 对化工行业 然后以及原器件行业 比如说原器件行业 它可能会有一些叫 IoT Solution Provider 对吧 这样的一些标签 然后呢 包括像这个化工 然后以及 一些这个叫什么 像素这样的一些行业 那它可能 它的这个标签 叫做Large Scale Supplier 叫做规模供应商 对那可能 它可能对于这个规模供应商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逻辑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它可能会要求 你的企业员工的 这个年出口额 员工人数 企业员工人数 然后年出口额 然后呢 以及整一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企业类型 并且是必须要是 工厂和工贸一体等等 就类似会有这样的一些要求 每个行业的会不一样 然后并且会透传到会场 的这样的一些页面 然后部分行业呢 也会透传到这个 这个搜索的这个Products页面 比如说我们之前合作的登具 登具有一个标签 先是叫做Solution Provider 对就可能是做一些工程商 工程案例商 这样的一些商家 你可能会有这个标签 然后包括像这个机械 机械行业 机械更看重了 售后服务能力 对吧 那可能您会有一些标签 叫做海外售后的服务网点 比如说您是在印度 或者说在美国 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 售后服务的网点 那我们可以透传 相应的这样一些数据 然后这些数据来源哪里呢 都是来源于之前精品的 这样的一个认证的数据 认证的报告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当在做精品认证的时候 一定要重视这一块 然后我看到这里有商家 也有提问的 就我们后面会统一的 会有个FA 这个回答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环节 比如说这里有商家说 我找不到在哪里设置 我其实这里已经说了 右下角这个图片 已经说明了这个路径 MA后台 就是My阿里巴巴的后台 认证中心实力标签 OK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说的整一个 旺铺的这一块 旺铺的话呢 我们这一次是进行了一个升级 第一是差异化的电招 就作为精品商家 您的这个电招是和普通的CGS 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呢 就是刚刚说的 我们官方会自动为您去和您的这样一些实力的标签 然后只要你选择了这个模块 这些数据就会自动展示了 但前提是您已经在这个MA实力标签 这个后台已经去选择了您想要的标签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这个线下实力的模块 就是比如说验场视频或者360全景 可以一键拖拉到首页 按在首页进行展示 在买家没有办法飞来中国的情况下 你可以给他更多的一个渠道去认识你 对吧 去了解你的线下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境 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实力 第四个呢 就是整个的证书墙 我们也叫做证书的这样的一个模块 因为我相信所有的买家来到中国 以前过来的时候 你们都会引导这个买家 比如说去看看您的生产线 生产空间 看看showroom对吧 然后呢 最后引导到会议室 可能给大家开个会聊聊生意 然后会议室呢 可能就会有一面墙 或者有一个架子 去放你获得的所有的奖状 奖章以及奖杯等等 那么现在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线上的证书墙 给到大家去展示各位的实力 然后呢 接下来一个就是说 大家最关注的了 除了实力的展现以外 那我们还可以入围 哪些清品层起商家专属的 这样的一些场景呢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 首先是我们的整一个的 这样的一些固定的场景 我们是这三点 先看这三个 第一个呢 是整个的搜索的筛选 然后呢 第二个是品证管理专区 第三个呢 是整个的商家的榜单 先一个个来看 品证关联专区就是代表的意思 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做了证书的上传 验证 然后并且呢 去做了这样一个和品的关联 然后呢 通过这个在搜索框 输入verify 并且点击search之后 就会一键指达咱们的这样的一个 品证关联的专区 这样的一个会场 然后它的更新 它的入围的逻辑 就是你首先带有得有一个经过验证的证书 第二这个证书是一个产品证书 并且关联到了一个商品 对 它并不是一个商家证书 所以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经常会有商家搞不清楚 商家证书 产品证书 以及测试报告 也就是test report的区别 然后近期我们接到的咨询 主要是来源于什么 叫做证书 对 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证书 一定要是certificate 对 这个而不是certificate of 那个 COC 对 就不是COC 就是compliance 就是符合性声明 大家注意一下证书 符合性声明 还有test report 这样一个之间的一个区别 然后第二个就是商家的榜单 商家榜单的话 大家可以点击 阿里巴巴.com 这个首页 大家可以在这个定制赛道 左边的定制赛道 可以看到一个top ranking suppliers 这个就是商家的榜单 那商家榜单里面呢 其中有两个榜单 一个叫做认证 就是top ranking of certifications 还有一个叫做top ranking of 这个R&D 就相当于说这个design 就是商品上面的这个研发的榜单 对 这两个是精品商家专属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证书筛选了 但证书筛选这个的话 可能近期会有些咨询是说 这个筛选在哪里可以找到 对 这个是由于近期 由于FDA那边发生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咨询 所以我们临时去做了一些调整 但是马上就会即将恢复了 大家就可以放心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固定场景 我们可以知道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实力工厂 这个的话呢 也是同样的 这个路径是在阿里巴巴.com的首页 在定制赛道 有一个premium OEM factories 这个实力工厂它的心智呢 其实是给到这样的一些买家 他对于厂这个企业的生产实力 他的整个的企业的规模 非常重视 所以的话呢 我们是一个商的组件 大家点进去可以看到 其中体现了您的整一个 这个production的flow 对吧 然后包括您的认证 经过认证过的视频 经过认证的证书 然后以及一些经过认证的字段 比如说厂房面积 员工人数 然后以及研发人数 对 所以的话呢 然后以及它的排序规则的话 第一个tab suppliers for you 这个的话是签签面的 然后呢 所有的分行业 就比如说我是机器行业 还是说我是消费电子行业 它的排序是按照近90天的实收GNB 对 这个的话 逻辑大家可以记一下 然后这次升级呢 主要是我们拓展了更多的类目 比如说这次9月大促啊 就是很多行商家过来问 什么时候可以报名 也是我们follow整个大促的节奏 是7月20号 7月20号 也会在后台去进行一个第五期的报名 对 因为实力工厂经常接到的一个咨询 就是说 我几个月报名次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三个月 三个月报名一次 然后呢 这一次是4月份刚报 所以我们接下来7月份 7月20号 会和大促一起进行一个报名 而且入口不变 入口还是在就是固定的这样一个入口 然后它的门槛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一个是精品认证报告里面啊 你的企业类型是工厂和公贸一体 以及新等级二星以上 员工人数大于等于50人 以及年出口额大于等于100万美金 这个我一定要说一下 因为遇到太多咨询了 因为很多人就说啊 我现在年出口额 有几千万上亿 但是呢 我们这边怎么知道您的这个金额 对吧 是否真实 所以我们一切都是以精品的认证报告为准 所以这里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 一定要和那个认证公司去确认一下啊 你的这个精品认证报告里面的年出口 是否有填写 因为很多商家当时选择的都是抗飞单手保密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取不到这个数据 那默认就是 你的年出口是不符合100万美金的 然后这个实力工厂的话 有个数据可以分享给大家啊 就是整个19年9月上线至今 我们已经为这个场馆内的 两三千个商家已经获得了超过有效询盘 是超过10万个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啊 就平均到每个商家 其实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因为实力的缘故嘛 所以来的这样一些买家 他的整个的专业的专业度还是非常高的 后面会有一些这个案例分享给大家 然后第二个呢 是咱们的优质贸易 也是这一次做的对于贸易性的商家 对吧 那我可以有些场景哪些场景可以进入呢 那我们贸易型的这个场景呢 主打的是什么 主打是ODM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因为我们其实也调研了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些企业 贸易型商家他的优势 一个是定制的能力 定制设定的 比如说帮助他做一些加logo呀 对吧 这样的一些轻定制 然后呢包括我的这个 一站几彩 就是我的组货的能力 因为他经营多个类工 他的品类非常丰富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的服务能力 对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比如说我可能提供一些 像这种专属的一些 怎么配换货的服务 对吧 然后验货的服务等等 所以这些服务类型的 然后包括您可能快速报价 快速回复等等 这样一些服务 其实是这个贸易型商家的 这样一个优势 我们不仅在标签上 就是刚刚大家看到 那个实力标签上 帮助贸易型的商家 把您的这些线下的优势展现出来 同时也会在这个场景的 这个主题的搭建上 去凸显您的这样的一些优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4月份报名了第一期 然后我们主打的这个主题 就是ODM的服务 然后6月份 我们这一次主题主打的是 叫做一站几彩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基本上也是几个月几个月 有一次的这样一个报名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报名门槛 报名门槛要求的是 也是精品的企业类型 是公贸易体 以及trading company 就是纯贸易的这样一些商家 然后上一次我们的门槛 是要求外贸的这个年限 就是industry experience 一到大于零三年 所以因为我们认为 就是说如果您是一个 新进入这个外贸行业的 这样的一个商家 对吧 那怎么证明您的优质呢 所以我们要求了一个三年 至少三年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然后并且呢 是否提供ODM服务 是的是必须要选择是 然后这个数据可以分享给大家 是我们上一次4月 以及6月份 这个专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是整个同期会场的2.5倍 就我们的效果指的就是AB AB rate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买家进入到这个会场之后 它发生了一系列的巡盘 或者是TM 或者是等等的这样的一些 活跃的这样的行为 然后呢 给到引导到这个买家的 这样的一个店铺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这里其实我其实写了一页啊 就是说每一个就是场景 它的一个门槛 就是我刚刚其实有提到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是否符合这个门槛 基本上就是问题最多的是 就是实地工厂的话 是那个年出口额 在哪里 在哪里去填 这个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和任何公司去沟通 然后并且如果您现在是 那个保密 competential的话 也可以进行一个补验 那我们补验的话呢 是需要上加自费 但是就是说 200块钱改一次 你可以把一次性 把所有您需要的字段都改好 不是一个字段改 就是付一次钱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优质贸易的话 这里也可以看到啊 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 您是否符合条件呢 在MA后台认证中心 有一个认证报告管理 您可以去下载您自己的认证报告 然后ODM服务这个问项呢 是在R&D Capacity这个板块 就是研发能力板块 有一个问项是叫做 您是否提供ODM的服务 对 这个应该是认证公司当时有验过 比如说您是否有一些ODM服务的 这样一些订单 或者说历史合同 从而去判断 您是否有ODM的这样一些能力 对吧 包括您的人员 您的软件等等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外贸 外贸年限刚刚说了啊 这个叫做industry的这个experience 然后呢 是在companyoverview的这个板块 大家可以看我红框圈出来的 然后这里也放了一些上一次上线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源的情况啊 有这个手交啊 PC和APP的手交 然后呢 包括六月份也上线了整一个搜索的 这样一个主题搜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像说你搜一个品质的时候 它出现在搜索的固定的第一页的 第十个位置啊 叫做 但有一些是在第二页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然后这个场景是叫做premium ODM companies 对 所以它其实是和实力工厂对应的 实力工厂是叫做premium OEM factories 对吧 那我们这个优质贸易肯定不可能是叫 treating company 对吧 premium trading company 所以我们这个场馆的名字叫做premium ODM companies 是这样的一个专区 然后这里呢 给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因为大家的话这样会更有体感一些 这一个呢 是整个北方的 北方的一个行业 北方的一个企业 然后做五金工具的 然后呢 它其实是拥有一些非常专业的 这样的一些认证啊 比如说什么的 为传奇社呀等等 然后呢 通过进入到了这个 这个实力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它发现自己的整个的流量 包括巡盘 都是有大幅提升的 而且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拿下了这个订单 其中最快的一笔啊 是仅两天的时间 就是入围了这个实力工厂以后 然后商家自己的原生呢 是说这个买家 对他在这个场景 因为你会发现国际站很多的会场啊 都是直接是品的模块 放到大家的商品 就是货架一样的 对这是唯一的一个商的组件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 您的工厂的实力 技术的实力 对吧 您的production的这样一个生产的可视化 啊 然后以及一些线下的规模的这样的一些数据 所以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商的能力的一个场景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咱们汕头的这样一个服装企业啊 就我除了刚刚说的啊 流量和循环有提升以外呢 他发现自己的整个优质客户的巡盘也有提升 对 然后呢 比如说他接收到了一个中东地区知名的零售品牌 年财购量大约是500万美金左右啊 然后呢 也收到了这样的一些专业客户的巡盘 他自己自己盘了一下 自己盘了一下数据 发现专业买家巡盘量是提升了40% 对 然后呢 他怎么定义这个专业买家呢 就是因为很多买家上来可能是在给你砍价 对吧 问价格等等 但是这些专业买家进来啊 他是直接是发一些图稿 或者是一些产品的图片让你来报价 或者是直接寄样去参考去做版 他把这些买家定义为叫专业的买家 而且他们通过一些被调 比如说去Google啊 或者去Facebook上去搜索 或者说领音上去搜索 还发现这些客户还是挺不错的 挺大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啊 也会要求一些比较专业的认证 比如说BSCI还有OACO 对吧 Sender 这是纺织行业的这样一个证书 对的话 这个的话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对于这个场景 他其实是对这个专业买家的提升 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咱们的优质贸易专区了 对优贸易专区的话 是当时我看了一下 整个4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投放的情况啊 就是这里有两个公司 对深圳的 比如说第一个深圳的这个公司 我们会发现从场景 从数据上可以看到 从场景引导到这个店铺的群盘 只有38个 对其实还是挺高的 因为只有一周不到的时间 对吧 一周我们不到的时间 我们给从专区引导到这个店铺 有38个群盘 然后呢 他这里客户的原生啊 也有提到 就是说这些客户进来以后 也是会问具体的这样的一些规格啊 生产的交期等等啊 也是去整一个去提升 他的这样的一个啊 信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还有就是包括啊 另外一家也是科技公司 他的话呢 也是提到啊 有这个期间大约是有16个左右 我们的数据上发现有16个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应导寻碳啊 啊 然后目前也在正在于 一位客户进行这个订单的洽谈当中啊 然后这个客户是来自于贸易 这个经济贸易 优质贸易专区的 然后说完了固定场景啊 我们再来看一看智能场景 对 其实呃 固定场景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有一些这样一个固定的入口 对吧 包括实力工厂呀 包括这个搜索 Verify Supply 这样的一些呃 这个品证关联专区啦 啊 榜单 还有包括证书筛选等等 那智能场景呢 其实是根据买家的行为和偏好 我们只有在APP端去可以实现 千人千面的推荐 对 所以的话呢 呃 这里的话 对大家如果有下载 阿里巴巴点 这个APP的话 可以看一下 就您命中了 您根据您的搜索记录 命中了哪一些这样的 我们一些智能的主题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已经上线的主题 有哪些 它所有的都是来自于 精品的认证的数据 比如说BSCI 比如说ROSS 比如说这个优质质量控制专区啊 这个其实看的是你整个质量控制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研发设计 包括自由品牌 就自由品牌其实看的是你有没有商标 会不会我会详细的说每一个专区这个入围的这样一些规则啊 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然后呢 如果大家会于这个专区 比如说长什么样子啊 或者说啊 有些好奇的话 可以用手机 阿里巴巴点 这个APP扫码啊 可以进入到我这个专区 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还有包括这一次6月底刚上线的 比如说像快速回复专区 然后柔性定制专区啊 按需定制 以及来样定制专区等等 就我们所有的这个主题 都是来自于精品线下的深度认证 其实这个逻辑呢 是在于说我们从搜索 以及买家的询盘当中 挖掘到了买家的一些诉求 比如说啊 这个买家他在询盘的时候 他亲自去说 说哎 你有没有比如说柔性定制的能力 对吧 你能不能帮我去加一些logo 帮我去改尺寸 改一些呃 这个等等 然后包括他在搜索当中 他也体现出了对于柔性定制的这样一些偏好 那么我们就会定上去给这些买家去推荐这个场景 对 然后这个场景呢 就叫做low moq with minor customization 我自己有写英文啊 然后所有的这个专区的这个界面截图等等 大家都可以通过访问右下角的这个语确的链接啊 去进行这样一个查看 所以的话这里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每一个专区 他的这个那个入围的这样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BSCI 因为它是个证书嘛 所以的话呢 他主要看的是你有没有上传过这个证书 并且进行进行验证啊 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商家证书 它是不需要管理商品的 只要你这个证书通过验证了 那么就可以入围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叫优质质量控制专区啊 如果您是工厂和公贸一体的话 我们看的就是您有没有ISO相关的这个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 那如果你是贸易公司对吧 因为ISO是只颁发给工厂的 对 如果你是贸易公司的话 那也不用关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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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对 我们会看的是精品认证报告里面有一个问项 是说您有没有经过finish products inspection 也就是三方产品检验啊 如果这两个是其实是货的关系啊 如果你满足任何一个钱 你的商品为实力优品 就是商品成长大约80分 您的品就会被圈进来 圈到这个优质质量控制专区 对 然后这个优质质量控制专区长什么样子呢 可以看一下右边的那个图 所以这个专区叫做 products with certified QNQC procedures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些呢 一个一个一个专区 然后呢 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啊 像自由品牌 像我刚刚说了 来源于是你线下以及线上上传过商标 并且验证通过 并且你的这个商品成长分 大约等于60分 然后呢 还有就是像柔性定制 大家也问啊 我我你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柔性定制的能力 我们是来源于商 像精品商家线下认证 R&D capacity啊 这个板块 研发这个板块 有一个问项 大家可以看到我接的这个图啊 有一个叫做 what kind of design service you provided 就你提供怎么样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服务啊 然后呢 其中你选择了第一点 也就是我们这个知识清定制 那么就会自动被圈进来 对 我们就会默认你有这个清定制的这个能力啊 并且这个商品成长分 当然要大于等于60分 而且因为是柔性定制嘛 所以你的MOQ肯定不能设置太多 所以MOQ我们是设施了小于等于50 然后同理来样定制呢 也是啊 也是你选择了这个design service 选择了第二项 叫做白样定制 我们这里是叫做sample processing啊 在这个认证报告里面 然后呢 还有第下一个专区是叫做按需定制 按需定制 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当买家提出一个idea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full的cosmization 对 所以的话这其实是要对买 对商家的要求其实非常高的 那这里的话 我们也确的是第四项 就是当你选择了叫做 create create an entirely new product 像说你可以独立的去帮他去进行一个设计和定制 这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呢 快速回复专区 大家可以看一下 快速回复专区的话 其实是看的是 您的实力标签 有没有叫quick response这个标签 对 我刚刚已经告诉大家 在哪里看了 大家记得吗 就是MA后台认证中心实力标签里面 如果您有quick response这个标签的话 字都会被圈进来 并且当然我们圈的商品 也是必须要成长分 大于等于60分的 然后还有第二 最后一个我举例的一个专区 是叫做生产流程专家专区 是什么意思呢 也是看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签 叫做process control expertise 这样一个标签 然后这个 据于这个标签您是怎么获得的呢 其实您可以在后台 我们都有解释 就是在这个实力标签的后台 也会去看到 比如说我们是看了这个 您有没有production flow 有没有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然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些work instructions 有一些公益的指导书 然后包括整体的 有没有这样一些像原材料 对原材料检验等等 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流程 然后从而去判断 你有没有这个标签 所以的话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的规则会去哪里圈 然后呢您可以自己去这个地方去看 您是否拥有这个标签 是否拥有这个字段 然后从而确定 自己是否被圈进来自动入围了 因为这个是不需要商家报名的 这个是只要条件符合 我们就会自动抓取入围 但是大家都会发现 我们对于商品成长分 至少要有一个60分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一定要去 对于自己的这个商品 进行一定的优化 然后说完了场景的话 对其实还有一个 关于提升商机的 就是咱们的RFQ 所以我这里呢 也是介绍一下 这一次RFQ的升级 主要是对于一个叫做 报价服务力的升级 就为以前啊 就是可能RFQ 我们是没有进行分层的 那现在呢 不仅考虑商家在线上的活跃度 也会相应的程度的 去考虑商家线下的实力 那么商家线下实力 因为这个数据 只有精品有 对吧 只有精品有 线下的深度认证 所以的话 精品商家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因为在这一块 你们相当于说 这个决定报价服务力 这个模型的因子上 你们天然的就有 线下实力这样的一个 线下实力这样的一个 相关的数据 对 然后关于这个详细的 这样一些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知道的 就是说 报价服务力分大于 等于60分的话 对 会比如说有一定的 这样的一些报价反赠 那比如说你是大于等于75分的时候 那可能又会有一些 更多的一些权益 其实根据你这个服务力的分值来 我们决定了这样一个权益的 然后最后的话 提升商机还有一点 就是最重要的精品商家 主想的就是这个橱窗加实力油品了 因为精品的这个商家 橱窗的数量更多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重视实力油品的打造 以及把实力油品都关联为 橱窗商品 这样的话可以带来流量的 这样的一个最大化 所以这里的话也不多说 相信商家都有 已经大概了解了 然后我这边最后 就是我刚刚说的 对于这个马上9月份的大促 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会场 叫做VR的这样的一个showroom的会场 然后呢 相信如果参加过这个6月展会 6月线上这个展会的这样一些商家 应该有发现当时会有一个会场 那叫做VR的这样的一个楼层 去带领大家进行一个3D的 这样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我可以放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大概的一个效果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用alibaba.com这个APP去扫码 就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 国际站结合阿里的这样一个领先的三维建模的这个技术啊 帮助大家 如果你线下是有展厅的 您线下是有showroom的话 那可以呢 去帮您去提供这样一个拍摄的服务 以及建模的服务 然后并且成本 目前的话是暂时提供给 就是像您说精品的商案 精品来cover 所以的话就是精品的商家 然后呢 在马上9月份 我们会有一个会场的这个对外的招商规则 大约也就是这几天就会对外发布了 因为7月20号就会开始报名嘛 基本上现在确定下来的规则有这么几个啊 第一是精品服务中啊 第二呢 是这个新等级要大于等于一新以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您参加过5月或者是6月的这样一个线上展会 然后您可以去进行一个报名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是呃 赠送给大家的这样一些权益嘛 目前所以的话是有名额限制的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如果您是有比较漂亮的 这样一些适合建模的这样的一些线下的展厅 我们会呃免费帮助您对在帮帮助您在线上进行一个展示 而且这个展厅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他不仅可以让买家身临其境的这样的一个全 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逛您的线下展厅啊 解决他没有办法来这个看样来看show room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同时呢 这个商品还可以就是引导到您店铺的商品 比如说您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个呃 沙发对吧 您点击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右边的这样一个弹窗啊 啊然后呢引导到您店铺的这个商品去引导成交 然后同时呢 我们还在这个会场里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音视频的能力 就是相当于说他可以买家可以一键拨打 然后您这边可以呃语音去接接那个接通电话 然后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啊 啊然后呢 这个当时六月展会的效果数据非常好啊 整个的这个ab的话是高于前台场景两倍以上 对所以的话也是呃这我们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决定9月份要拓展成家规模 大约会有1000家啊1000家这样的一个限量的名额去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权益 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这里呢也是会给大家就是一个预告吧 如果您符合这个相关的条件的话一定要尽快报名 我们的报名时间是7月20号对到7月29号 然后呢服务商就会去线下联系您去线下帮助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拍摄 大约是在8月份开始拍摄啊拍摄完以后就会帮助您进行一个建模啊 最后给到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啊3D showroom的这样的一个啊 呃产品能力对 然后呢您可以装修在自己的店铺首页 同时呢也可以去投稿啊 报名参加这个VR showroom的这样的一个会场啊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啊重磅预告 然后呃接下来的话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了 嗯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这个答疑环节 OK我这里看到一个商家他的问题啊 是说这个是什么报名的 这个我们7月20号就会在后台 在MA后台官方营销活动 这个地方就会出来这个招商报名的入口 所以我这里只是做一个呃大概预告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整个的这个规则啊 现在还在走对外的披露的流程 但是其实我刚刚口头上啊 已经给大家说了我们这个的一些规则了 就比如说精品服务中啊 新等级一新以上然后线下要有showroom对吧 然后以及你参加过5月或者6月的展会 然后看一下还有哪些问题 还有问的话就是PPT可以分享对稍后这个PPT都会分享给大家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商家提问啊 就是VR showroom是免费的吗 对就是呃其实这个是一个show free的产品 但是现在我们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 也是说免费提供给精品的这样的一个商家的 嗯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精品的实力标签是精品认证的时候获得的吗 就是精品的实力标签的数据来源是来源于精品的深度认证 对然后他具体怎么获得的是我们根据一定的标准 对吧 当您符合这个标准的话 你就可以点亮这个标签 所以的话大家可以去MA后台啊 认证中心实力标签这个地方去看一下自己获得了那些标签 然后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商家提供的问题是说 没参加过六月会场的报名就不能通过吗 就是呃这个是六我们的这个规则啊 是因为他呃和展会这边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结合 所以是要求是参加过五月或者是六月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展会 嗯 当然如果报名名额不足的话 呃可能也会考虑比如说七月报名七月展会的这样一个商家 但是目前是五月到六月的这样一个展会 的商家优先 然后还有一个商家提问是说精品的标签体现在哪里 这个商家应该刚刚没有注意听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精品的标签会展现在前台的啊 整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呃界面有会场 对吧 然后呢 有这个搜索的supplies的页面 然后部分行业 比如说机械 比如说灯具 比如说元器件 他会展示在搜索的supplies 那个products的页面 然后以及这个旺铺 旺铺的这个叫做y2sus这个模块啊 只要你装修了y2sus也就是实力就竞争优势 你点开旺铺装修精品专属里面有一个竞争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模块 拖拉进来以后就会自动啊出现在你的这个旺铺的首页了 然后还有一个商家问的问题就是说国际站免费流量的这个获取规则在PPT里面都有不啊 是的 就是我刚刚举例的那些都有 然后你也可以点击我刚刚那个PPT里面的那个语却的链接 获得所有会场的这样的一个入位的要求 因为我们所有的素材都在里面 然后有一个商家问 VRC我们的要求中要求参加过608网交会是应用性要求吗 就是参加过608网交会或者是511线上讲会 就是任选其一 然后也是有一个商家问啊 就是说报名资格是什么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新品服务中一星级以上 然后参加过511或608展会 然后这个是7月20号在官方活动报名里报名吗 是的 就是说这个的报名地址和实力工厂啊 这些一样都是在MA后台官方营销活动报名啊 然后这个 然后可以去报名 7月20号的时候 然后还有商家问啊 就是说实力标签选择了客户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我其实刚刚已经说过了 搜索的supplies页面 旺铺的店铺首页以及一些会场 如果那个会场的主题 对行业少二 他选择了这个标签 然后他您是会可以展示的 然后有一个商家问Mary 问没到二星也报不了是吧 请问您问的是哪一个会场没到二星报不了 比如说实力工厂 实力工厂就是要要求二星级以上 比如说VR秀入 VR秀入就是一星级以上都可以 好吧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商家孙玲 问的是精品的标签都要选上吗 您 我再强调一遍 你们有12个标签的上限 12个标签的上限 默认前三个展示在搜索的supplies页面 剩余的是展示在您的私欲 就比如说您的这个忘铺的这样一些页面 所以您最多只可以选12个 不是说您想选几个就全部都可以选到 然后还有一个商家问啊 就是说整个精品的保新是从店铺吗 这个这个问题建议您咨询一下您的客户经理 好吧 然后另外一个说 另外一个艾拉斌商家说VR建模式工厂之类的 也可以不是精品有新等级 免费不不 他现在是只有我刚刚已经说了 报名的条件是精品服务中 且一新以上 这是必备的条件 然后呢 展会是要求参加过511或者608展会 其中一场都可以 参加广交会 你说是不是阿里巴巴主办吗 我说现在所说的线上展会 全部都是阿里巴巴的线上展会 然后呢 宋金明啊 请提问的是说 精品成绩的商家必须重新专修模块吗 我是我们是建议您装修您的竞争优势模块 对 因为让买家一眼就看到您的优势啊 并且这个数据呢 是经过平台verify过的 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像一说平台为你背书 然后你再往上 往上往上 往上就刚刚那个没看到 对 还有那个营业额必须填上去吗 对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 因为也是有很多商家问 就是首先您的年 那个年销售啊 如果你想要入围年实力工厂会场啊 等等一些会场的话 您是必须要在认证报告中填写这个年出口 这个字段的 对 但是如果您不希望您的竞争对手 或者是买家看到 您可以让认证公司的选择害的 也就是对前台隐藏 但是呢 你对小二不隐藏 就相信说 我小二我内部是可以看到你这个数据的 然后可以把你拉取这个数据 让你入围会场 对 但是呢你不会展示在前台 给到买家和你的竞争对手看到 我们可以是实现这样的 但是您必须要写这个金额写进去 对 只是领藏与否 但是你必须要写 对吧 不能写康飞单手 不能写保密 然后 还有一个商家问啊 就是说 如果有线下拍好线程的VR 自己可以添加到哪个位置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装修了 你自己在首页装修吧 而且这个VR应该和我们这个3D建模 200的应该不大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商家提问说 后台装修没有看到位置 Why choose us 一定会有的 在这个精品专属模块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叫中文啊 中文好像是叫做企业实力标签 还是竞争优势 对 因为因为英文的话呢 Why choose us 是我们默认的 你可以选择 Our advantage 你也可以自定义您的名字 对我们默认是叫Why choose us 就是竞争优势 您点开精品专属 这个模块就可以看到 然后Candy啊 这个商家问 如果没有参加散会就不行了吗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就是511或608 任意一场都可以 如果名额 就是报名商家不足 就是不够的话 有可能也会考虑 7月报名的 7月展会报名的这一批商家 然后张晓燕亲问啊 就是说是不是标签设置了 买家进去这个标签 某块就一定会出现我们公司吗 就这个问题有点没有看懂啊 就是因为买家 他不会进去这个标签某块 买家要么就是在搜索的页面看到 要么就是在这个 您已经进到你们家了 然后如果你装修了这个模块 那他就会在这个模块看到标签数据 然后另外刘舒奇买家 商家问前三个显示顺序 是指先选择的三个标签吗 是的 对的 就是你选择的前三个标签 就默认暂时在搜索的supply页面 然后五维东商家问报名是跟客户经理联系吗 您也可以关注7月20号 这个MA后台官方营销活动报名 然后当然客户经理我们到时候也会 就是说通知他就提醒您可以去报名 如果您的这个 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对 然后这个跟我亲说是的 直接加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在最后再三个问题吧 好不好 最后三个问题 然后有一个叫曾琪琪商家 是问说是companyability tax吗 那个whychooseus 首先whychooseus呢 是这个模块的名称 默认的名称 您可以去改这个名称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它的装修地址是在这望铺装修 精品专属 侧边来不是有个精品专属吗 点击以后 你就会发现新上线了两个模块 一个就是这个 应该是叫做 这个竞争优势 中文 或者是叫企业实力标签 然后反正英文是叫whychooseus 然后呢你装修以后 就会默认在店铺手里有这样一个模块 然后呢这个 然后你第一个问的这个companyability tax 我理解应该是我们指的是这个叫 实力标签是吗 如果是实力标签的话 它的这个路径是在ma后台认证中心实力标签 对中文是叫实力标签 英文是叫做strength tax 好的如果还是没有看到的清 那过一会儿我们这个把这个PPT发给大家 这个PPT里面有地址 就是有这个语阙的地址 语阙里面我们就详细截图了 这个就是这个模块在哪里怎么装修 有一个或者是如果您这边有之前收藏过精品素材大选这个语缺链接的话 也可以看到一个叫差异化忘铺的这样一个一个描述 对然后有商家说没同样没有看到标签 首先我说一下这个标签您获取的这个前提条件是第一您是精品商家 对第二您的认证已经完成了如果您的认证还有在还在做的话 那目前是肯定是没有的认证完成精品商家 然后呢第三路径看看有没有走错路径是MA后台认证中心有一个实力标签 这个地方然后可以去看到 对好的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商家问 只有company ability tags没有Y2SUS 那你如果你看到了这个模块就把它拖到首页去 对然后你可以对这个首页进行重新命名的 Y2SUS只是我们默认的一个名称 您可以取名比如说叫our advantages 对吧我们的这个优势或者怎么样都可以 嗯就是在就是在这个精品专享里面 好的 那我今天今天的问题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就是大家呃就是在群里面去进行沟通 啊我们这边应该是有个群的 对这也会有一个码啊 然后这个是咱们这个学习文化学习平台的这样一个码 然后后面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呃这个问题 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精品的各种群里面 然后帮大家进行解答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 没有在这儿 对对对我在控制那个另外一个 你看就是说没有告诉我需要露脸 没有化妆 所以我说我这样坐得远一点 我这样这样走 我特别好 我这样这样走 好 好 再好早点讲 是的是的 好 今天木槿啊 拜拜 拜拜 要不要我这个设备 铺 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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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